重阳敬老活动 子女与贵姿长者奉茶表心意 马公式新人礼昨日晚间在茂林店前广场 举办新人礼庆祝重阳街活动 新人礼昨天傍晚涌入扶牢的大批民众 在马公式新人礼长王太平细心的安排下 特席开25桌半桌邀请长者共餐 特别到场祝贺的包括县长赖峰伟 议长刘成昭林 副议长陈双全 各路候选人等也都到场向民众拜票 四孝 打握李渠兵等等 今天我们表演孝道的后代子孙 好选刘浩然的老婆劳努 这些情绪很好的 管理是如果还要报告 今年我有既定 一百个医生的 用这个拜访 那个拜访 投资有教育 那么相追 一百碰五月 一百碰五月 啊今年啊 是所有啊 这个一百个医生最多 今年有三十个医生 一百个医生 啊 隔壁啊 管理第一年第二年啊 平均一年贵 啊这时哦 他已经提高到三十年 这就是标识我们的医疗啊 有在进步 你说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一百个医生最多的医生 一百个医生最多的医生 一百个医生最多的医生 我相信啊 健康的身体 很重要的 啊 你如果健康的身体 我相信啊 液体四岁 可以啊 油耗 还可以啊 毁力啊 啊 所以说啊 我们家要更年龙 更好 这个家会 你们的健康身体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洗碎 是让我们健康 就是让我们家庭洗碎 最后瞩目的活动安排奉茶 新人里的十二位模范老人 一一接受子女一半贵字的奉茶 老人们在接下集花茶代酒之际 子女们各自说出心里的话 您要多保重 身体要健康 好爱你的话语 顿时在庙前 成了最温馨 热露的回响 有团理活动 因为有团队 父亲姐 我们儿子就是 要给他 放茶 跟洗脚 因为我有跟他说出的 我没跟阿嬷放茶一切 就不给你 放茶跟洗脚 我那两个体会 乖定的文革子 共产 分析 今天见 新人里长王太平表示 贵宾街一桌桌敬酒 且与长辈寒暄问候 场面问心动人 贵宾们和长辈欢唱 气氛十分热闹 活动参会 同时鼓励长者 要多多走出户外 相互联谊交流 增进彼此情谊 更有助 身心健康 记者王海龙报导 请留一段时间 属于 心里 继续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